美国人都被中国的价格屠夫给征服了吗 无线蓝牙耳机3.77美元还包邮 一模一样的型号和款式在亚马逊上得20美元 所以呢对于那些被通胀折磨的消费降级的 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来说 这拼多多的价格简直就是一股通缩的清流 拼多多美版Time上限一年时间就收获了1亿的用户 要知道美国的人口才3.3亿呢 昨晚上美股还见证了拼多多的市值一度超越阿里 登上中国电商的头把交易 它是4年前超越的京东 现在值4个京东 不得不承认的就是 那个被很多人看不上眼的砍一刀 都快要砍成老大哥了 据说啊被拼多多的营收几乎翻倍的三级包 惊到了的阿里员工说出了所有人的心里话 优惠就直接优惠 不要那么多的套路了 马云也被炸出来说 阿里会变阿里会改 而拼多多的财报之所以大超预期的重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TAM在全球范围的惊人扩张 有菲斯预计说 今年来自TAM的收入已经超过160亿美元了 那么按照这个数字 平均到每个季度呢 就是40亿美元 折合280多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三季报 拼多多总营收688亿的三分之一了 其实自从TAM上线 拼多多的股价就一直在涨 年初到现在都已经涨了45%了 那既然跨境电商这么香 其他平台为啥没有搞呢 要说起来 人家阿里是起了个大早 却赶了个晚级 2017年阿里的天猫出海 就将天猫平台上的 接近20亿的国货 卖向全球服务海外生活的华人 但是很显然呢 他没有能够真正的拿下海外市场 那拼多多 拼啥就成功了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TAM全托管模式造就的极致的低价 以前啊 卖家从卖货到发货到售后服务 全部都是自己搞定的 但是TAM的模式是 国内的卖家 你只要把货物统一 寄送到TAM的国内仓库 后面的事跟卖家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TAM都会搞定 那对于卖家来说 这个模式肯定好啊 降低了我的各种成本 对于平台来说呢 从卖家手里统一接管运营 可以整合不同的商品包裹 规避到跨境物流时的空包假货 大幅的降低物流成本 那通过这套系统 同款商品 价格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决定型因素 高价格的商品慢慢的被淘汰 低价格的商品不断的走上台前 结果就是 面对TAM几乎骨折的低价 被这股东方的神秘力量 都吓傻了的亚马逊 干脆在6月份 把TAM移出了自己的比价系统 这还怎么比啊 现在呢 拼多多跨境已经深入了 广东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 100多个制造业产业带 每天出口包裹超过40万个 日均货物量重达600吨 在国人买不动了的情况下 洋韭菜真是格外的绿油油啊 2020年 抖音海外版TikTok美国下载量第一 去年呢 是主作快时尚的跨境电商 西英下载第一 今年轮到TIME第一了 那最近又杀出了一匹黑马 就是中文在线的海外短剧APP RealShot 这一些中国品牌 真可以说是 挽救了被通胀折磨的 消费降级的美国主妇们 你想啊 刚给RealShot的短剧冲了个值 又刷了会儿TikTok上的短视频 突然门链响了 在TIME上买的9毛9的拖鞋到货了呀 还有西英买的裙子 好忙活的一天呢 晚上一算账 今天收获满满 却只花了30美元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30美元也算不了什么 但是我们的企业就是这样的 一单一单 把美元给挣了过来 在这轮的周期中 跨境电商是极少数 还在快速增长的行业 而它的竞争力本质上 还是来自于足够的低价 事实告诉我们 在钱包越来越扁的情况下 便宜才是硬道理呀 对于是 我们下来的 谢谢观看